任正非又一次的发出了预警 他说全球经济将持续衰退 还说要把寒气传递给每一个人 怎么会上呢 22号华为的内部论坛上上线了一篇文章 就在这个文章中任正非发出了这个预警 作为中国最知名的公司 这次发出这个预警 再结合到最近腾讯阿里登的大厂的收缩 到底在提示什么信号呢 在这篇文章里面任正非说 未来十年 全球经济将面临着持续衰退 消费能力大幅下降的情况 所以华为要改变经营方针了 要保证度过未来三年的危机 把活下来作为最主要的纲领 它的边缘业务要全线的收缩和关闭 不盈利的业务要削减奖金 甚至是领奖金 逼那些不挣钱的业务自杀 要把这个寒气传递给每个人 即便身处在这个最热的夏天 都足以感受到 把寒气传给每个人这句话的分量 而且华为每次的预警 都不是无中生有 比如说在2000年的时候 全球互联网泡沫破灭 任正非就写了一篇 《华为的冬天》 里面提到了 华为所面临的严峻的环境 在那一次 华为的应对策略就是 确保现金流 甚至都不是利润 因为任正非认为 在寒冬里面 只有免疫 谁才能活得下来 那免疫是什么呢 就是现金流 为此呢 华为除了提高 经营活动的效率之外 还卖掉了非核心的资产 但是同时却保留着 高强度的研发 这个应对方法 成了商业史和管理学上的经典 后来呢 华为又经历了 跟斯科摩托罗拉的专利大战 还有他的技术天才 潜在接班人 李一南的出走 等等的挫折 到了2018年的年底 全球金融市场大幅动荡 当时呢 不光国内环境差 美国又在出手打压华为 甚至呢 还在加拿大扣住了孟晚舟 而在这个阶段 任正非强调的策略就是 未来一切像打仗巨拢 要保持发展可以过冬的本领 虽然一路坎坷 但是华为依然走到了今天 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一直在保持着 自己的战略定力 什么意思呢 华为不是上市公司 不用讨好资本市场 他不用为了美化某一期的财报 而做一些对短期有利 却对长期有害的事情 比如说 经常会有一些上市公司 他可能觉得今年业绩不太好 但是为了给资本市场信心 他可能就会选择压缩成本 那怎么来压缩成本呢 往往就是砍掉那些 不会很快产生利润的项目 比如研发 但是这么做的坏处就是 虽然短期的利润省出来了 但是长期的增长潜力却没有了 就像是为了省钱 不给孩子交学费一样 但是华为在研发上有多拼 2016年以前 没有一家中国公司 进入到全球研发10强的榜单 2016年华为排第8 2021年华为排第3 仅次于亚马逊和谷歌 总金额高达1427亿 超过了A股研发投入前五强的总和 现在不光是华为 还有像腾讯阿里这些互联网大厂 都在过紧日子了 他们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裁员 全球经济持续衰退 对普通人来说 这就意味着大量高薪岗位将会消失 那我们到底该如何去应对这样的未来呢 华为这次的策略是 不再追求规模要追求利润和现金流了 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何尝又不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建议呢 比如说对于创业者来讲 光有用户的增长数据 可能越来越难以得到资本市场的认可了 没有利润的商业模式都是在耍流氓 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呢 确实有必要考虑一定的现金流 比如说你要在这个时候 还想要强行加杠杆 去咬着牙买房这样的事情 真的要好好掂量掂量了 既然都已经有人帮我们前瞻了风险 那接下来的就应该是学习华为 好好练习好自己的内功 备好过冬的粮食吧 毕竟只有熬过了冬天才能迎来春天 再来一遍